消防車緩慢通過下坡段準備向左轉疑似幅度太大 方向盤又拉不回來 衝破路邊護欄整輛車栽進田邊 附近民眾聽到巨響趕快上前幫忙 幾分鐘過去車上兩人自行爬出 消防車啦 自撞了快到田裡面去了 消防車90度側翻卡在田裡面一動也不動 而開車的消防員就快要嚇破膽 那我看你臉色不太好耶 你真的不用救救護車嗎 反復說不用送你檢查 但臉色慘白 連話都說不好 他就是花蓮消防局受封分隊的新成員 30歲無姓消防員 不僅成為正式隊員買一個月 連大貨車的駕照也是熱騰騰剛到手 16號早上11點30分 有分隊的高姓副大隊長陪同 開消防車上路練習 從193縣到由南往北左轉進米磚大橋 疑似不熟悉操作自撞翻車 現場已完成事故處理及撤會 無姓駕駛 酒車職為0 無姓消防員當天開的車 是和鳳梨分隊借用的備用車 還好不影響調度 至於相關的車損仍在顧駕中 慶幸的是兩人身上並無明顯外傷沒有大礙 TVBS新聞高中老師從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